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也使他大大蒙福 然而在国家最富强的时候 他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以联姻的方式与北国以色列的雅浩王缔结盟约 因为历代志夏主要着重在南国犹大这边的历史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同样以犹大王的生命作为主轴 带领大家从中寻找亮光 一起来读历代志夏第十八章 历代志夏第十八章 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 就与雅哈结亲 过了几年 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雅哈 雅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 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以色列王雅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取激烈的拉末吗 他回答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 必与你同去征战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雅哈华 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四百人 问他们说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末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 可以上去 因为神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几语 常说凶言 约沙法说 王不必这样说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 说 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召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 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 各穿巢服 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纪纳纳的儿子西底加 召了两个铁角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激烈的拉末去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必将纳成 交在王的手中 那去照米该亚的使者 对米该亚说 众先知一口同音的 都向王说极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极言 米该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该亚到王面前 王问他说 米该亚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可以不可以 他说 可以上去 必然得胜 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 向我说实话呢 米该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 散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说 这名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 各归各家去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几语 单说凶言吗 米该亚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君 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以色列王雅哈 上激烈的拉末去阵亡呢 这个就这样说 那个就那样说 随后 有一个神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 你用何法呢 他说 我去 要在他众仙之口中 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 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 基纳拿的儿子西底加 前来打米该亚的脸 说 耶和华的灵 从哪里离开我 与你说话呢 米该亚说 你进严密的屋子 藏朵的那日 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将米该亚带回 交给义宰雅们 和王的儿子约阿师 说 王如此说 把这个人下在尖里 使他受苦 吃不饱 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 米该亚说 你若能平安回来 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 又说 众民啊 你们都要听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 上基地的拉末去了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仍穿王服 于是以色列王改装 他们就上阵去了 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 他们的兵将 无论大小 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 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 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就转过去与他征战 约沙法一呼喊 耶和华就帮助他 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 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去不追他了 有一人随便开工 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假缝里 王队赶车地说 我受了重伤 你转过车来 拉我出阵吧 那日阵势越战越猛 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 抵挡亚兰人 直到晚上 约在日落的时候 王就死了 亚哈王在统治北国以色列的期间 行了许多神抗为恶的事 而且比其他王都更糟糕 关于这段历史 你可以在《猎王记》上十六章里读到 约沙法王帮他儿子约兰娶了 娶了亚哈王的女儿 结为盟友 就不仅得罪了神 后来更让自己的后代 遭遇极大的威胁 亲爱的朋友 无论是在职场上或生活中 要与什么样的对象合作 建立关系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选择 良好的诚信与品格是一定要的 愿神赐给我们智慧 是我们一生 都有合神心意的好伙伴 和我们并肩同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绝书 求你使我有明辨的智慧 并且为我预备合神心意的好伙伴 一起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让我们互相鼓励 彼此扶持 一起在真理的道路上前进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